歡迎收看台灣啟示錄 我是沈梅翔 今天我們要告訴您是 在台灣治安史上犯下了超過 兩百起大小刑案的 林忠誠犯罪集團 這個集團它的分工相當的細密 而且各有專長 甚至其中有一名涉案的成員 溫景龍 他不但是一個警察 他還是當年警政署長羅章的貼身水護 而這個身份在當年曝光之後 震撼了警戒 雖然溫景龍 他不但地替自己澄清喊冤 但是最後依舊是遭到槍決伏法 這個部分其中有沒有冤情 司法有沒有冤枉他 我們訪問到了當年曾經前往監獄 探視過他的資深社會記者范立達 他有第一手的觀察還有他的分析 首先我們先把時間拉回到1984年 那個台灣治安最敗壞的年代 各種的大小搶案不斷 不但是老百姓人人自衛 甚至是連人民保姆 自己都成為了歹徒鎖定的目標 從1984年開始在短短的兩年之內 就發生了四起殺警奪槍案 有三名員警才遭殺害 有四把的傾槍被搶走了 而從他們的犯案手法判斷 這四起的案件很有可能就是 同一個犯罪集團所為 而令人擔心的是 這些人密集地去殺警去奪槍 背後的目的和動機到底是什麼呢 而更可怕的是 面對不斷地有警察被殺 面對不斷地有警槍被搶 但是警方卻似乎完全無法掌握到 任何的蛛絲馬跡 束手無策 這個懷疑不幸嚴重 果然就在第一起殺警奪槍案 發生之後 不到幾個月的時間 板橋農會的一輛運鈔車 竟然就被搶了 緊接著海地大使館又發生了 殺警奪槍案 過不了多久 輪到了土地銀行的運鈔車也被搶 整個犯案的流程如出一測 就是先殺警察搶走警槍 再用搶來的這把警槍 再去搶運鈔車 再強調一次 在短短的兩年之內 發生了四起的殺警奪槍案 五輛的運鈔車被搶了 很顯然 這就是同一個犯罪集團 他們不斷地在複製一個犯案的模式 他們等於是公然地挑戰公權力 而這個集團究竟有多囂張呢 其中有一次 甚至直接派人去控制 路口的紅綠燈 這個交通號數 等到運鈔車快要抵達這個路口的時候 立刻變紅燈 當車子一停下來 遇些埋伏好的槍手 立刻一擁而上 開槍搶前 整個犯案的過程 聽起來就像是 電影情節一般的一氣呵成 事情不是這樣子的 為什麼呢 因為警察一開始就找錯了方向 後來才發現 這個集團的成員 每一個人被你乾乾淨淨的 沒有前科 也沒有混過幫派混過組織 就算你把整個黑道翻過來 你也打聽不出什麼樣的消息 而這個班子集團 當年彷彿就像是披上了隱形的斗篷 來無影去無蹤 這給警方很大的破碗壓力 後來如果不是因為這一起機車搶案 兩名搶匪被這一輛冰石車就這麼一撞 結果撞出了兩把警槍掉在地上 這個社會不知道還要付出多少的代價 警方不知道還要花費多少時間 才能夠掌握到這個無法無天的犯罪集團 就這麼巧 在這個時間點 找不到溫景龍他本人來問問 難道他真的是為罪潛逃了嗎 這件事情還沒有水落石出之前 當年的台北市警察局長顏世錡 他就先請辭下台負責 但沒想到更震撼的消息還在後頭 因為有媒體披露了這張照片 這位溫景龍他不是一般的員警 他是當年警政署長羅章的 貼身隨戶 消息一曝光 社會嘩然 警政署長的隨戶 竟然涉嫌提供槍支給犯罪集團 甚至還涉嫌開槍打死了自己的同僚 就在全國的警力都在追戲 溫景龍到案的同時 他已經帶著女友逃到了山上了 甚至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 而溫景龍他最壞的打算是什麼呢 被林中城逃到了泰國去 人還抓得回來嗎 幸運的是當地的警察局長 在了解了林中城的背景之後 一口就答應願意協助台灣警方來抓人 在短短的24小時之內 就把林中城給帶到了 但是根據當年跟他交手過的警察描述 林中城這個人 他的頭腦好反應快 他還懂得招募人才 在他的集團裡頭扮演殺手角色的 幾乎都是海軍陸戰隊退伍 就受過非常嚴格的訓練 槍法神準 而在每一次的犯案之後 林中城他還會召開檢討會議 作為下一次行動的特別提醒 更特別的是 這些人在平常都是戴覆眼鏡 絲絲文文的打扮 即使遇到了警方林檢 也不會特別去引起注意 甚至其中有個林本健 他每年寒暑假 據說他會抽空去交到殘障的孩童 游泳在外人的眼中 他根本就是一個 充滿愛心的大哥哥 但沒想到他事實上 他竟然會是一個 心狠手辣的殺警兇手 當年這驚天的一撞 讓賴玄窗成了破案的大英雄 在這個過程當中 彷彿是應驗了這一句話 法網揮揮 書而不論 資深的社會記者范立達 當年他曾經到監獄區 探視過溫景龍 溫景龍向他喊怨 他說他絕對沒有開槍 射殺警察 他有他的不在場證明 但是至始至終 他的長官卻始終 不願意幫他背書 就在刑警上任國小附近時 一台即時中的銀匯色轎車 突然迎面而來 看見警察不但沒有解數 反而家庭馬力 穿了下三圍 薛東成25歲嘛 廖國東24歲嘛 巡邏 雙頸巡邏嘛 先把創導 創導以後 然後就打直到 先要追殺這個廖國東 廖國東大概被砍了前面 又要跑過那個 那個那個 跳過那個一個圍牆嘛 就追殺那個廖國東 他們要躲他槍他 他不肯 他不從 拖到旁邊的那個 蛙圃裡面 扁鑽呢 被砍殺的兩名圓警中 廖國東當場死亡 身上的左人手槍 及四發子彈無線電 通通被逮途搶走 紀元時期 卻發生如此驚悚的 殺警毒槍案震驚社會 把號風機立刻啟動 通令各單位查棄 沒想到人還沒逮到 一年後又有治安保姆遇害 就是在天母 然後有一個海地大使館 的一個警衛 因為當時的大使館 都有警衛 那邊門前都有鋼紹廳 以前是保安隊 1985年4月17號當晚 負責看守海地大使館的 駐衛警李俊賢 就正在鋼紹廳內待命 看到有部 天王宿的車子就開過去 然後停在屋地 那一個人先下來 下來以後就問他說 請問天母看守怎麼走在哪 然後後來呢 車上又兩個人也下來了 後來以後呢 後來就把他給... 就兩個... 忽然的左右把他給傻子住 手傻子住 另外一個 當時問話的那個人 就要搶他的槍 當然李俊賢呢 他就極力地板抗 他抬出他 就帶了...也帶了槍 帶了槍過來 然後呢對著那個警戒 就開槍 那李明賢呢 就感覺到活著了一陣陣 陣痛呢 他就倒下去 拚命想護槍 卻挨不過對方的姿勢 李明賢警戒重擔 幸好急救後脫離險境 其實在之前有一個多米尼加 多米尼加 只是搶了以後沒有搶 懷疑啦 當然不知道是不是他 多米尼加是一個 搶警槍未遂 因為那時候槍支管制非常嚴格 槍很少 當時發生就懷疑是說 是不是有一個台 專門在搶警槍 可能要做 一個更大的案子 基隆沙井多槍案發生後的半年 1984年11月13日下午4點多 半橋農會的運鈔車 緩緩開進文化路的巷子內 司機從後照鏡中發現 一部轎車也跟著彎了進來 原本不以為意 但當他又往前行駛幾公尺時 這輛轎車卻越開越快 越貼越近 同一時間 先放一輛原本執行的轎車 也突然發苦到車後退 朝他撞下去 運鈔車以前以後被包夾 動彈不得 一陣混亂中 兩名蒙面歹徒現身 朝運鈔車連開了四槍 搶走兩袋鈔票後 騎著髒車兩場過去 當時就是比較亂 頻頻發生一些員警被殺 搶槍 運鈔車等等 因為速度很快 一搶就開槍 然後就走這個區塊 他們好像學國外 香港的一個集團一樣 跟電影演的一樣 警察來了 快走 如同香港警匪片番的犯罪情節 這批歹徒 前後花不到三分鐘的時間 就搶走車內七十一萬元現金 警方研判 作案的至少有四個人 可能跟蹤過運鈔車一段時間 熟悉他們的路線與模式 但過程才會如此迅速 運鈔車一定有錢 你錢要不然送給總行 送給你的存行 有沒有 重點你才會負責錢 不太多 才會負責 一定要回去最後一站 還是最後兩站強的最順 喬合的是 從這件案子開始 面風殺警奪槍案發生後 就會有運鈔車遭結 一九八五年十月 海地大使館駐位警 遭奪槍後的半年 類似的模式再度上演 它是土地好 長安很好 的一個運鈔車 然後它那個被搶的地方 是一個衛水路 衛水路有一個 公脈質的一個光耗配銷水 就是人家要去配鹽酒等等 是一個類似 類似批八 就是批八的時候 那個批八 所以那個進出量都滿足 大 當時的車上坐著兩名行員 還有一名員警 林明侯戶朝戒備 為什麼會有警衛 他是正直員警 因為當時像 神輔航庫 神署的航庫 譬如說或是一些國庫 像台灣銀行 土地銀行 還有像合作金庫等等 都是神署的 他們就會派正直的員警 來護槽 正直員警 讓他們都配槍了 而且是屬於保釋總隊 就在行員 走到配銷所二樓收款時 四名頭戴鴨蛇帽的歹徒 趁機靠近運槽車 那附近的附近者有聽到四個槍聲 看到有人到了 一千三塊 頭部中兩槍的員警 最後仍保不住性命 警槍一併落入了歹徒的手上 如果真的都是同一集團所為 那這幫惡煞手裡 已經有三把警槍了 警方當然想趕快救出他們 偏偏苦尋不著嫌犯之際 高雄運鈔車也遇上蒙面打倒 下午兩點多 高雄市民權二路上 一名歹徒鬼鬼祟祟的打開 路旁操控紅綠燈的控制槍 當他看到三星運鈔車快要抵達入口時 他立刻按下信號鈕 將綠燈轉換為紅燈 下一秒他的同伙飛車趕到 持槍對準運鈔車連發四槍 搶走放在前座的一袋 一百二十五萬元現金 操控這個只有警察會啊 外面的人不會啊 要不然就是那個學控制的 那個操控的公司有沒有 才有可能操控 你要取得鑰匙才能控 難道這個集團有警察涉案 當軍師指導嗎 人還沒抓到一切都只是揣測 他們這個集團當時犯案的時候 在台灣的犯罪治安室上面是罕見的 那時候的精神壓力很大 有時間晚上睡覺會失眠 做夢的失眠 看到好像這個人抓到了 已經從床上掉下來 畢竟算一算加上高雄三星這一件 已經是一年內的第五起印鈔車搶案了 那時候搶劫唯一是死刑的 你要知道民國七十幾年 那時候很嚴重的事呢 就算是唯一死罪 這群囂張歹徒依舊不怕死 再度挑戰公權力 在民生公路那個社區的地方 其實附近因為有重要的一些 幾個重要的官員住在那個地方 所以住在那個地方 擺一個鋼蹄 那鋼蹄是由當時的中北分區派員 就不是寶大 中北分區派員 就是輪單一樣 那因為輪單它是一個社區嘛 鋼蹄警衛叫蕭蕭蕭 下午吧 下午 你看 那是網報出來了嘛 然後那個圓警 再看 看有什麼事情 就被突擊了 白頭從後面過來 從 我記得是從 左後方 開牆 就從外面這樣 開槍這樣打 打了以後 從頭部一打 打上去之後呢 然後消費者就 頭一彎就死了 死了以後呢 然後槍就被搶走 對警察的一個 治安的一個重大挑戰 而且是殺 維護社會治安的檢查 現場 不管他是殺警也好 或是開槍 結操的時候 都是心狠手狼 而且 不露痕跡的 剛開始你看 從北斗跟鳳山 一條中冠線都在唱 所以他們我覺得 他們這些 真的是很惡毒 一共三名援警殉職 五輛運鈔車被截走近 七百萬元 警方全面清查 重大前科犯 黑到腳頭 希望能找出蛛絲馬跡 我們都一直以為 黑社會幹的 結果 那時候把很多 那個時候 你記不記得 去十四年那時候掃黑了 結果 事情不是這樣 建國北路二段 昏暗的巷子內 一名女會計 拎著包包 等著老闆耐順長的車開來 要一同外出辦事 我要出車要搬船 一天 就要搬船 皮包這種搬船 搶劫搶劫 在叫的時候 他剛好開著車子 看了他不對了 就開始沒水 開始追 我一直在玩 一直在河江街上去 眼見跟機車搶匪的距離 越追越近 賴村昌 將賓士車的油門 湧力一踩 時速瞬間 雕迫一拜 在追的過程裡頭 坐在後座的零瞬間 回頭前後開了三槍 槍 正面從我的正面 真的從仁宗這裡跑 既然不知道誰把我的頭 就歪過 第一槍是打到擋風玻璃 被彈開了 再來第二槍 他打過去的時候 還有人把我頭 好像有 這樣把我塞過來 他塞過來 只要卡在那個玻璃框的上面 這時候把身子 拋住腦厚的賴順昌 竟搖下車窗 邊吹哨子要進防停車 那時候台灣對他平平開槍 他沒有馬上停止了 非常勇勇的 他就對他開槍 他又不加速地過去 他第一槍前 又開下去的時候 突然加上跳盤起來 就想像 跳到什麼東西 跳到跳盤起來 打到的雨型彈 在說唱直覺認為 是冥冥之中的力量 助他躲過三顆子彈 整個玻璃 後來就把我塞到那裡 都看到 差不多一、兩百 那個玻璃都刺了我 還沒看到 沒看到 因為 由門到東 我們那時候 由門到東 由門到東 開了就變成一百多 所以後面的 摩托車就比較濃 跟河江街 跟那個林田東入口 他也 剎車不住就往前衝 再把這個 林順健跟洪明雄 撞倒到龍心花園 對面的一個 那個 那個 排車道上 兩名槍被雙雙倒地 困在兵士車中門爛順槍 忍住傷痛打開車門 跑到附近的部主主報案 其中一個 就被 就被撞傷 撞傷他想要跑 他想要攔計程車跑 剛好那個時候有人報案 員警一來 你不能跑 你到底是怎麼回事啊等等 後來才把他攔住 攔住之後發現 現場發現 後來有兩把手槍 轉輪手槍 後來手槍一看 蠻像緊槍的 警察來一看 喔 這個槍就是當時 是移民後被槍殺的那一次槍 從那裡就吵 後來整個案子 才這樣爆發出來 後來沒有那一狀的話 我看到案子 不知道還會再發生多少槍 警方當時研判 三期連續殺警案 五期運鈔車搶案 跟這兩名搶匪一定脫不了關係 那洪敏雄是 我記得他是右腿 右腿那個斷 送到長庚的 敦南那個長庚醫院 那 年瞬間的情形比較嚴重 那延到當天晚上 應該是在十一點左右就過世了 因此 檢警要從活著人的口中問出答案 後一二一主張是建議說 說主那我們不要在這裡問 因為這邊很複雜 所以我們是不是給他移到臨口長庚去 我說好嘛 那我們就移到臨口長庚去 其實洪敏雄啊 在臨口的長庚醫院的時候呢 他都不願意去說出整個案情啦 那我就稍微摸了他一下他的左腳 那同時我也跟他講啊 我說你吃飯沒有 因為那時候已經快十二點左右了嘛 他跟我搖搖頭 所以我也有跟喬組長講說 不管怎樣 已經到晚上十一二點了 十二點多了 那看看醫院可不可以了 就是買個牛奶讓他喝一喝 這份溫暖攻破洪敏雄心中 最後一道防線 他終於開口招供一切 而集團成員名單也從他口中一一現行 有林本劍啊 有洪敏雄還有林順劍還有一個林忠誠 還有一個廖士文 他們總共做的案子後來一清查 有十七劍之多 重大刑案十七劍 搶銀行搶郵局搶農費 而且從台北到高雄等等都有 然後呢那個搶奪的隨機皮包搶奪的 五十到一百件 洪敏雄把全部的錯 推給再逃的主嫌林忠誠 工程這些案件都由他一手策劃 在當時他突然冒出一句話 不是只有這樣子 我聽說還有警察 涉案人 當時所有的人愣住 所以當時不敢確定 到底真的是有警察 他說但是民主我不知道 其實那個時候警方也不會很相信 不相信 警察怎麼可能殺自己人呢 專小組壓根沒把他的話放在心上 但當他們選先逮到立民共犯時 竟聽到了鄉頭的公司 在問林本殿的時候呢 當然後來林本殿也承認他們 做了哪些案子 哪些案子同意 最後警察有的問題 那是不是還有其他問題 他說有啊 還有一個就是你們自己的原警 也涉及這個案子 還有講出那個原警的名字 叫溫景榮 殖民道姓保達原警溫景榮 就是集團其中一員 正當專小組驚訝 錯而至於 赫然發現 溫景榮 已經整整曠職兩天了 他到哪裡去了 難道是心虛落跑嗎 我希望你 我希望我 龍兒你趕快出來 因為這個家裡 你媽不能再 再忍受下去了 我也不曉得 我要用什麼樣子來 向大眾們說 因為我本身 我一切完全都不明白 孩子所作所為的 鏡頭前 老母親紅著眼眶 講到哽咽 她是保達原警溫景榮的媽媽 兒子失蹤三天後 她受不了外界指責的壓力 哭訴要找尋愛子 因為溫景榮 遭殺警嫌犯指控 不僅涉及土營運超車搶案 還對著同僚林明侯 開了致命的一槍 當時台北市警察局長 顏世席 主動發布溫景榮涉案的消息 還宣布請辭以示負責 但他卻直辭不提 溫景榮的另一個身份 溫景榮那個時候是誰 沒有人認識 他是保達 然後借調給署長 警政署的署長羅章的隨護 但當時警政署依舊不認 溫景榮就是署長的貼身隨護 只強調當務之急 事先找出他的下落 當時呢 都透過各種關係要找他 就要把他找他 然後那時候帶著他女友呢 就開始逃亡 但是呢 他也拿了兩把槍一起走 逃到那個雙細胸 山上 溫景榮承受不了壓力 逃亡時還帶了兩瓶安眠藥 意圖情深 結果他沒死 兩天後醒來了 睡了兩天 溫景榮就醒來了 他知道 就該如此了 死不去 他就去投案了 已經逃亡十天的他 醒來後卻發現女友不見了 決定先下山投案 並請警方協詢他的女友 溫景榮也透過一個朋友 跟了那個 那個局長 因為 因為他直接 就直接 打給局長的事 跟局長講說 他們他要出來投案 透過朋友出來投案 原本是 在一個建國南路一個 就是紮道的地方 準備在那裡見面 當天晚上七點多 局長帶著當時擔任 跟除暴組組長的侯友宜一起前往 但等了一個半小時 都等不到溫景榮的身影 他沒有突然想說 被擺烏龍了 後來他們再回去 回去以後 沒多久 後來又 溫景榮 又透過朋友打給他 說 希望能在 那個 辛亥路 就辛亥隧道 過去一點 那個地方見面 但這一次 溫景榮真的會現身嗎 後來發現 溫景榮跟他的朋友 也在那個地方 也在那個地方 然後呢 溫景榮 後來就在那邊等 看到局長來的時候 那一幕其實 其實蠻 蠻感傷的 就跟局長敬個禮 然後呢 說局長我做錯了 非常對不起 然後局長就安慰他說 沒關係 沒關係 人到了就好 敬禮的當下 溫景榮眼眶中的淚 也跟著落下 在長官面前 他哭得 像個做錯事的小孩 顏世席最後拍拍他說了句 有什麼事先上車再說 他說 你現在看起來蠻邋遢的 因為他等於是剛逃亡嘛 然後就是整個衣服啊 都髒兮兮的 而且很餓 沒有東西吃啊等等 後來他就 局長就載著他回辦公室 你知道嗎 局長先沒有把他交給 專案名 局長先叫了一碗麵給他 雖然不足犯錯 他還是要把他 等於是先安慰他 該怎麼樣處理是事後的事情 可是當下他看他這麼邋遢 他拿自己的衣服 自己的鞋子給他穿 洗個澡 吃完麵以後洗個澡 再來面對 再交給專案主 然後先面對記者 深夜十一點多 大批媒體仍在警局外守候 溫景榮換好衣服 踏著沉重的步伐出來面對 一開口卻是先否認涉案 緊緊交代他跟祖賢林中成 林順健的關係 因為溫景榮跟林中成還有林中成 都是神域基隆中學的 所以大家就串在一起 因為林中成跟他是一起長大的 所以兩個從小就認識 那林中成也知道他當警察 所以林中成也曾經問他說 你們警槍是長什麼樣子 他就把警槍就借給林中成看 玩一玩然後就拿回來 雖然是從小到大的好朋友 但溫景榮身為警察人員 明明知道林中成這幫人作惡多端 卻不懂得保持距離 甚至還借出警槍 警方調查溫景榮前後拿了八十萬分紅 錢入了口袋 讓原本該走正途的他 越走越偏 你看溫景榮就是高樓派平 他的高中同學竟然把他拉去借槍 然後用錢引誘他 然後才去借錢 然後走進不歸路 但溫景榮喊冤說自己是被設計的 當初只是借槍給好友林中成把玩 他知道他會拿警槍犯案 之後林瞬間又騙他說 想找仇家報仇需要子彈 溫景榮才出借兩顆 直到林中成說出犯案真相 並威脅他說 大家已經在同條船上了 不是同聲就是共死 他才不得不上了賊船 直到集團成員陸續被逮 他擔心受到牽連 因此帶著女友逃亡 但女友人呢 是生是死 溫景榮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為了找尋對方下落 隔天一早 侯友以帶隊 壓著虛弱的溫景榮 上山搜尋 他幾乎不能走路 他有走 剛開始走走了一段 實在太累 後來是有半岸人背著 上山 原來走走 實在太累 因為好幾天沒有吃飯 這個時候找到 找到那個雙溪 平穎那一帶的那個山羊 所以找到他們 就是逃亡的時候 他們留置在那個地方 後來才發現她女友 趴在地上 已經死掉了 法醫驗食後認為 溫景榮女友 應該是好幾天沒吃東西 營養不良 飢餓 導致心臟衰竭死亡 但是產生的問題就是說 溫景榮 你下山的時候 到底知不知道 你女友已經死掉了 沒有講實話 他說他是講 他說他也吃藥 他兩個都要 吃藥要準備自殺 結果藥吃了以後 後來等到醒過來的時候 他覺得好像口渴 他要去找水喝 去找水喝回來以後 就沒有看到女友 知道嗎 其實女友也沒有跑很遠 就在附近 所以大家就懷疑說 他到底下山的時候 知不知道 女友已經死掉了 這個謎團 溫景榮始終避終就親 不肯回應 但或許是看到女友的屍體 打擊太大 讓他態度批變 原本不肯承認 傷害同僚的他 最後招了 最關鍵的就是 你到底有沒有借警槍 給他們去除外 有沒有參與 衛水路肯定銀行 運超車的起 後來呢 他當然有成員 溫景榮是坦誠不回 他說林明洪那一場 開的 對於案情 溫景榮全盤共出 但他的好友 也就是整個集團的首腦林中成呢 他逃去了哪裡 他不在啊 他出國了 再前一天就出國了 機場一查就出去了 好 第一個 泰國 泰國 菲律賓 是我們這邊犯罪者的天啊 不是他們要跑 他們也會去探廳啊 原來早在同伙 被逮到的第二天 狡猾的林中成 就已經搭機逃亡到泰國 與另一名共犯回頭 我國際科 我們有一個國際電台 我就發電報 發到這個泰國 說我們要抓這兩個人 希望你們能夠提供協助 但我國跟泰國沒有邦交 電報發過去後 猶如石沉大海 林中成在泰國的行蹤沉迷 人還逮得回來嗎 1986年5月17日 泰國曼谷機場內 擔任情事局國際科組長的 丁誠誠 以下飛機 就直奔泰國外事處 我就先去找那個 外事處處長 我去找他 他說 歡迎歡迎歡迎 這個 你們來 我們這個大力協助 但是我現在 沒有任何情報 我慢慢再試試看 如果我有找到什麼任何 我再跟你聯繫 你講那些官話 丁誠誠聽出這行外之音 對方幫忙的意願不大 決定轉移陣地 該到曼谷警察局 親自拜訪局長 然後 我有把那個 廖遜的林總統 他們的那個犯罪的 那個 前科的那個 大頭罩 同期犯罩 我又把它放大了 放大很大 就帶著去 我就先去找了這個 南部警察局的局長 我就跟他講這些事 那這個人人家就 就上道了 就 那個什麼 馬上就召集他所有的那些 上校大隊長啊 什麼什麼一堆啊 就來 沒想到對方一口答應協助逮人 兩國警方開始掩擬作戰計畫 不過當初臨終層兩人 是持有效簽證與護照進到泰國 想要逮他們 必須與法有據 泰國警方分析 臨終層等人的資料後 認為依泰國法律 可將他們列為危險人物 因此配合我國 注銷臨終層的護照 讓他們簽證自動消失 變成非法拘留 就能採取逮捕行動 那我們那邊就開始秦泉交 本人是中華民國的代表 就秦泉交易去那個地方 開會 我就把那個照片拿出來 他們 我帶了很多嘛 一人一張就紙的 我就問那個局長 他說 聽說他你放心 他到泰國哪一個地方 我都負責跟你追到 開會開完會有照片拿著 一個一個都很像 然後他們就撒出去了 丁誠誠則守在前進指揮所等候 我是中華民國的警察 我不能去管他的那個 治安上的 那是他們國家的主權之一 帶補偵訊是國家的主權 外國警察沒有權力去參與 泰國警方搜集情報後發現 林宗臣等人 由於身上的盤纏所剩無幾 跑去跟當地的黑幫友人求助 曝露了行蹤 專小組尋現找出他們下他的旅館 埋伏歹人 真厲害啊 還給他們找到了 都找到這兩個人 在24小時內我們就抓到他們 一位逃亡到泰國 就是躲進了避風港 殊不知在兩國同力合作下 還是逃不出警方的手掌心 泰國時間下午3點 丁誠誠一行人押解林中城 搭乘華航班機 準備返國 歷經五小時的飛行 犯罪集團的幕後主謀 終於回到他最熟悉的故鄉 我接觸林中城的印象最深的 我發現他深沉 這人很沉 所以我心裡面想說 你想要從他裡面掏出些東西 不是那麼容易 為什麼你要說我嗎 是什麼原因 那你家那個刺刀戶瓶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家有刺刀戶瓶是不是 那可能就是說 我當兵的時候 你帶回來記念 回應記者提問 態度輕挑 就算檢警 陸夜徵訓他十個小時 出事不利於他的證詞 他依舊能跟徵訓人員 說說笑笑 再再顯示出他狡詐的個性 而他也是集團成員中 學歷最高的隱惠 學歷最高的隱惠 林中城是中年大學 讀到大三後修學 那個世代 你想過嗎 那時候讀到大學 真是不得了 他們的思維比較好 不像一般的 沒得住的太差 他們都經過很密的思考 檢警調查 手腦林中城 頭腦好 反應快 主要負責策劃大案 像是高雄三星疑案 控制紅綠燈來搶運鈔車 就是林中城的點子 因為溫吉隆董的交通 這個控制特權嘛 所以可能有教他們這些 林中城犯罪集團 其實也跌負了警方的 一個辦案的邏輯示威 跟所有的爭吵的方向 同伙共撐 在他們被逮前 林中城原本還預令 要在職後的三個月 搶劫軍警單位的卡冰槍 護槍與機關槍 再拿這些槍械 打劫金融台北等9家金融機構 沒想到還來不及下手 就被迫地金盆洗手 而檢方也在林中城家 搜出一張他在泰國打法的照片 跟法指 他共稱為了要提升射擊能力 他經常自我鍛鍊 甚至為了測試其他成員們的膽量 他也做了這件事 一方面訓練很 一方面訓練是共同參與感 誰都不要想說脫罪 他總不要找人去殺吧 找人一下子那個 他就先訓練這個 先殺狗 血當然也會噴出來 有殺人的快感 大家也都參與了 膽量也夠了 至於集團中的紅敏熊 林順健 則擔任殺手的角色 犯現場都是有他倆一聲令下後 每個人迅速進入戰鬥位置 接著開出第一槍 他們都受過大部分都是海警陸戰隊退伍的 受過嚴格的訓練 所以他的 包括他的射擊能力 你看等於說做案的犯罪手法 比較殘忍 尤其是林順健 檢警發現他生性殘暴 還曾將一名四歲孩童 用熱水活活燙死 至於林順健的哥哥林本健 是潛水滑水教練 還有海王子的稱號 伸手矯健的他 原本是集團中的槍手 但在海地大使館開槍射殺員警時 弟弟不滿他的槍法不準 未能命中要害 因此之後犯案才改由弟弟動手 哥哥負責把風 他們辦完 案子犯完了 錢搶了 他們我剛剛講的所有衣服都給丟棄 他們在犯案後還會開檢討會 討論每一次的缺失 我印象中好像只有說 那個板橋運鈔車的那件事情 紅米熊的那個機車沒有辦法啟動 當時他們騎著偷來的髒車 搶劫板橋農會的運鈔車 結果要落跑時機車竟然發不動 害他們差點被帶 從此之後他們坐安時的車輛一律不熄火 而他們也不做沒有把握的事情 之所以會專搶運鈔車 就是因為這個人 面向中 那個林中成 是有說過他曾經去 當過運鈔車的司機 他有曾經開過運鈔車 所以應該是這樣的關係 他會熟知他的那個路線 那運作SOP嘛 他SOP路也知道 你就背了破解了 兩三年來 前後做了一百多起案件 但他們怎麼能一直逍遙法外 檢警分析 他們各個長相斯文 還會戴眼鏡 打扮成一副老實人樣子 警方要領檢 自然不會鎖定到他們身上 他們押回來的時候 這個人是郭義明 郭義明 不是凶食熱燥的形狀 很古異的 都很高異的 師父他身的 像是林本健 每回大幹一票後 還會跑到基隆潛水 舒展筋骨 寒暑假還會教身上孩童游泳 旁人看來就是個 有愛心的大哥哥 怎麼會把他跟殺警大盜 連結在一起呢 因此才會使得這批歹徒 更加膽大妄為 縱橫南北犯案 陸入無人之境 沒想到平時做大案 都沒被警方發現的他們 最後竟是因為 這起小案件失封 塞在一般民眾的手裡 當時我不知道他 對方是什麼說 是什麼大件案子的這些槍機要換 結果我 那時候只是搶著皮包 我就一直追了 追得也很遠 到最後 他就對我開槍嘛 敬意勇為的查行老闆賴順昌 這驚天一撞 終於把這伙人 從黑暗中撞了出來 林中城殺警集團 遭槍局的前一天 台北看守所接見室內 兩名記者到訪 想要會面死囚 溫景榮 那溫景榮就從裡面 就是那個 獄主把他帶進來 他穿了一件白色的襯衫 我到現在也這麼多年 我還記得 穿了一件白色的襯衫 臉色很蒼白 但他看起來很斯文 一點臉上那種暴力之氣都沒有 隔著一道玻璃窗 范立達與溫景榮 各自拿起了電話聽筒 我有問他說 他是不是羅章的隨後 他說他當然是 我說可是署長否認 這麼一件事情 他對於羅章否認 他是非常的傷心 他說如果你們新聞記 去翻以前的歷史照片的話 有時候你看到署長下車的時候 是我幫他開車門的 我跟署長就坐同一輛車的 我是保護他的人 所以他說你看 自立晚報的那個照片 幫他打展的就是我 甚至說署長夫人住院 沒有人照顧他 就派我去照顧他 所以署長怎麼可能不認識我呢 一再強調他真的是 警政署長的貼身隨後 甚至法庭上 在審問土營運鈔車殺警案時 他也請法官 傳喚他的長官張立達 跟署長來 就能提供他的補在場證明 因為溫景榮說 案發當天 他人就在警政署裡 背情待命 溫景榮說張立達 其實張立達是負責那種 相關背情人員的 排班的員 那張立達說 那問題是這些隨後 他們的辦公室 跟我的辦公室 我們不在同一間啊 所以他在那個辦公室 我在這個辦公室 我根本看不到他們 他們有沒有在裡面 我不知道 長官不願替他背書 而法官也沒有傳喚署長 早年的時候呢 特別是民國七十幾年 八十來年那段時間 檢察官跟法官 不會傳大官的 真的 完全不會傳大官的 不像現在 現在是傳總統來 就到法庭裡面去開庭 因此溫景榮滿肚子的冤屈 都不被踩刑 他一直講說 殺警奪槍這件事情 不是他幹的 他說我是警察 所以我絕對不會做 殺警察的事情 你如果覺得說 我借槍給人家 這個行為 你就是要把我判死刑 我都甘願 但是我如果沒有做的事情 你判我一天 我都覺得我不能接受 這是他的想法 他其實已經知道 他沒有機會了 他一定會 會去被執刑的人 所以我那次在跟他訪談的時候 我也不覺得說 他有什麼必要要說謊 談到這裡 時間也到了 會面採訪 僅限20分鐘而已 但在這短短的時間內 范麗達感受到 溫景榮的真誠 也願意選擇相信他 因此 范麗達打算 重新研究判決書 做足功課以後 等到下一次採訪 再好好問他相關細節 沒想到 結果回到家 然後 第二天 早上起床的時候 就聽到新聞 就報導說 他被槍斃了 你知道的其實 對於我來講 那是一個很大很大的震撼 就是 你見到了一個人 訪問他 然後 還期待說 下次還有機會 還有事情再來訪問你 結果見了面之後 才十幾個小時 就被槍斃掉了 那對我來講 是人生非常非常大的一個震撼 可能被槍斥之前 他可能還覺得說 他應該還有些話 沒有跟我們說吧 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很多事情沒有聊到 但也都沒有機會了 所以到現在 到一直到現在 我都一直覺得說 這個案子裡面 應該還是有很多地方 可能應該要 進一步去釐清 例如他說 我如果真的在這個案子裡面 參與這麼深的話 為什麼林中成集團的人 最後搶到了那一錢 分給我的錢 才分那麼少 我記得他分了兩筆錢 一筆錢好像分了三十萬 另外一筆錢好像分了四十幾萬 但是林中成他們集團 他們一搶就搶了幾百萬 搶案發生的時候呢 理論上 那個溫景榮 他是在警政書裡面背勤 那你背勤的話 你怎麼可能 你會出去犯案再跑回來 他還以為他不至於死 他將來還可以回饋 所以他的槍決對我來說 是很不捨 那我覺得很可惜 是個人才 曾經在獄中輔導過 溫景榮的牧師黃明正 也覺得溫景榮的死 讓他惋惜 但曾經參與犯案是事實 是非對錯 都已經在刑場 罰警的兩聲槍響下 蓋棺淪定 這位的東西 我的車輪到他的 自動車的地方就是這裡 賴順昌後來變成英雄 撞了以後 但是把一個歹徒給撞死了 他在生命被威脅的時候 他採取震盪的一個防衛行為 當年三十二歲的賴順昌 從此成為家喻不小的人物 巧的是 當年他除了是兩家茶葉行的老闆之外 也是符咒專家 就在林宗成殺警集團 還沒有現場之前 毫無頭緒的警方 其實早就找過他幫忙劃符咒 祈求盡快破案 沒想到案罰當天 辦宣場女會計被搶的皮包裡 就放著準備拿給警方的福令 難道真的是舉頭三尺有神明嗎 還是這個殺警截超集團 夜路走多了 終於遇到克星